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尤 今天這條影片我想盡量抱著一個 不要太沉重的心情 去分享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在2020年年中的時候 就決定了我會做一系列的 一些cover歌 全部歌我都覺得很好聽 或者對我有些特別的意思 我才會去選這首歌 我之前就做了兩首 第三首歌其實就是 一首對我來說意義很重大的歌 就是Sitta 陳希兒的 芒川 和菲菲的一個 Madley 我當時是因為工作關係而認識到她 她的人文也很好 她也是一個很開朗的人 很有義氣 很疼愛朋友 也很欣賞她的才華 也覺得她唱歌很好聽 還有因為我們身邊很多 Mutual Friend的關係 除了工作上會經常見到她之外 私底下或是朋友聚會的時候 都會經常見到她 所以我們很快就Friend了很多 因為我當時也是剛剛畢業回香港 開始工作 那我其中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做了她的唱片 Let me find love 即是飛飛那隻碟的藝術總監 我很記得很記得很記得 我很記得 我是凌晨一起來 收到很多訊息 各個都發了一個新聞給我看 我很記得當初那一天 我是哭到豬頭 對啦 都沒有辦法 都要接受這個新聞 當時很想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 之後呢 當時她的唱片公司 就跟我說 Cita有一些未出街的demo 想幫她出一隻碟 我就跟她唱片公司說 我就說你交這個project給我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我唯一做到的一件事 送給她做一個禮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這隻碟 其實我很想說一下這隻碟的一些story 給大家聽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分享過 或者可能一些喜歡Cita的朋友 我覺得她們都很想share給她們聽的一些小故事 因為Cita她自己很喜歡叮噹 開口埋口都很多時候會說叮噹的東西出來 例如我忘記了歌詞 如果我有叮噹的記憶麵包就好了 現在很失車 如果有隨意換的話會多好呢 我就很想把這件事變成一個主題 我一開始就想 我的封面我要跟正義有關 當初我是找了很多不同的illustrator出來幫我畫 她們感覺的正義 她們都很樂意幫忙畫 我就選了其中一個放在中間 但是因為當時收到很多不同的畫家 她們眼中的Cita 我又覺得不要曬了 因為這些都是她們對Cita的禮物 我覺得零幾一粒 我就說不如除了找那些畫家之外 我找了她們的朋友 家人 都畫她們眼中的正義 或者她們眼中的Cita出來 就插了一個graphics 就圍著這個水滴影的形狀 而這個就是我們最後選了中間的 當時我們就把這個集合 Graphics做了一個膠盒 如果當時有買過這隻碟的朋友 都應該記得這個膠套是遲了幾天出門的 我對這個部分也是很大的責任 因為真的只有很少時間 所以當初是遲了一點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容易很重大 而且我很想這隻碟的感覺 是有東西包緊它 也有一種好像水 去妄透它的最後一個作品 打開這隻碟之後 第一個看到的是 心意卡 是一個pop up 因為我覺得Cita是一個充滿童真 這隻碟都要有很多衷景的感覺 童話的感覺 在裡面 你會看到中間有一個Cita 那旁邊這些全部都是illustrator幫忙 重新畫過的一些叮噹的法寶 上面的每一隻法寶 都是代表到Cita在生的時候 他有提及過 運用到在他生活上的一些法寶 然後這隻碟打開之後 就有一張貼紙 都是有他的樣子 即是公仔 還有那些法寶的貼紙 這隻碟裡面有五本寶 第一本寶 就有他第一隻唱片 crazy love 這隻碟的所有相片放在這裡 因為當初這隻碟不是我做的 是Sunny Lau做的 所以我當初就有一個很唐突的 打了一個很唐突的電話給Sunny 他就很好一口答應 就把當時的所有文件發送來 在這五本寶裡面 我們中間都會放了一頁這樣的東西 這一頁就是我剛才說到的記憶麵包 我們就在這五本寶裡面 不同的地方就會穿插這些法寶 去令人更加認識私底下的Cita 第二本就是Let me find love 就是我幫他做的那隻碟 那這邊我們就會有信封攝著他那隻唱片 也是把他當時的那隻唱片 重新排版過 好多活憶 好 接著來到第三本 就是他之前做過的一個New Way的Music Live 那時候我就拜託他的粉絲 集完Cita在不同場合的一些表演的相片 那他們真的很快一兩天裡面 就真的已經拿了由他 可能在朗豪方唱歌 全部都是他的Live Performance的一些表演 就算是很蒙 就算是起了格也好 我覺得都有他的意義在裡面 也有放到他最後一次的表演 這個就是他離開之前最下一個的Live Performance 第四本書就是有所有的MV 那這本補裡面 我們就集完所有他雜誌上拍過的相片 這個都是我們之前拍過的一些雜誌相 當時是E-mail 問那些雜誌 可不可以給我們剪輯 然後有些粉絲跟他們合照 這些都是很有回憶 很有意義的 這些全部都是在很短短時間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當初一起幫忙的所有人 當初幫忙的Graphics 我們有四個朋友一起幫忙的 有Chloe、Nicole、Penny 還有Penny的同事 四個一起不睡覺 趕著一定要在他出殯之前 我很希望出殯之前可以送給他的禮物 第五本部分了兩個部分 上面的部分有他BB的時候的相片 有他慢慢長大 這些地方拍的相片 你看他真的很喜歡叮當 跟Best Friends去旅行 有他的同事的生日 中間放了一張我的照片 最後這本部 我是想他身邊的所有朋友 或是同事 或是不同的人 跟他有關係的朋友 都可以寫一封信給他 那我就很想找幾個 他從來都沒有合作過的 或者他不認識的一些藝人 都幫忙寫信 他小時候的偶像 好像Kelly陳偉林 你會看到Kelly陳偉林 是寫了整封信 寫給Sita 真的很好 那當時也找了周杰倫 J Chow 他很好幫我們寫了一封信給Sita 然後有一個他很喜歡的歌手 就是Alene 台灣的Alene寫了這封信 然後也有謝霆峰 他很喜歡鄭峰 我覺得鄭峰超級帥 這封信給Sita 最後是他出殯之後第二天才出的 那我很記得呢 我就很堅持他出殯 我一定要有一個copy在手 我一定要親手拿著這封信給他 幸好印刷那邊都很幫忙 那我就拿著這封信給他 我就跟他說 我就說 Auntie我弄好了 那一刻是很感動的 那一刻是 我就把這碟放在他的 放在他旁邊 總之真的這麼近 放在他旁邊 就看著他 就是很安長的樣子 放在旁邊 那個情緒是 Anyway 我希望他在天 會很享受這份禮物 當然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但是我想整件事的心意 他 我想他都會 滿意吧 那所以呢 我做這個翻唱歌的系列的時候 我都很想 做一首歌是 跟Sita有關係的 那 那 這首王村加菲菲呢 跟這個一樣 當是一份禮物送給他 那所以整個湯 整個感覺都是 有個天使 庇佑著我們的感覺 那在《亡村》裡 其中一句歌詞是 《我卻是過路人》 我就 改了做 《我卻是過路人》 去到 後面《亡村》的那個 bridge 那個位 其實 我那個tone 轉了去一個 好像他在說話的感覺 的tone 錄這首歌曲的時候 我都不敢錄太多次 因為 我不想那個感覺太重 因為 他在我心目中 實在有太多的回憶 我想那個感覺是 舒服一點 那希望大家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 按下去我的頻道 都可以聽到 這一隻 《亡村》 這條片好像很長 不知道你們是否喜歡聽這些故事 但是這些故事 都真的在我過去裡面 是 很有 很有 impact 很有回憶的 我不是很懂得 只是 這樣坐下來 跟大家說故事 希望大家 讓 Sitta 陳希兒的 Legacy 繼續 長遠下去 就像我現在 經常打開KKBOX 我都會看到 《亡村》還在香港的 那些榜裡面 其實我很開心 如果大家 看我頻道的朋友 沒聽過Sitta的歌 都可以快點去聽一下 當然也可以聽我的 Cover version OK 那好吧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下條片見 謝謝你關心 天天開心 心亂愛 隨時光流 搖搖 問你去 遠行也有 追問奉上 幾個老人 前生逗獎 何等 隨照口中 誰去 再變迷走 留世回憶 回望如無色風 亦怨 提案情去聲應有 展開 找到 成功 八道 十壯 20至項 超齡 六百 二五百